深陷地震瓦里堆中24小时 两岁半的土耳其女童玉瑟拉 在搜救人员协助下终于脱困 这一幕揪住土耳其全国人心 土耳其东部24号发生瑞士规模6.8强震 镇央在爱拉奇省的西夫里结镇 爱拉奇省距离首都安卡拉 移动约550公里 地处偏远人口相对稀少 搜救过程全国关注 这一期浅层强震已造成29人丧身 1400多人受伤 初步报告指出有72栋建筑全毁 搜救团队把握时间 连日来持续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堆中 寻找生还者 目前已救出超过40人 另外土耳其当局救灾也发放物资 协助安置部分灾民到清真寺避难 土耳其位处多条活跃断层线上 是全球地震活动最频繁的国家之一 土耳其灾害与应变管理署指出 正后26小时爱拉奇省已发生超过500次余震 余震不断凸显搜救工作的急迫性也增添困难度 正方社综合报道 还要挑据 产生下自由 还要试图 云有经济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